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中美传媒战再度升温 继早前双方互相驱逐对方的传媒机构人员以后 中国就在今天宣布了 会对于5家的美国媒体 采取严厉的反制措施 到底是包括哪些措施呢 第一 针对美方将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 列为外交市团的关系 中方会对等要求 美国之音 纽约时报 华尔加日报 华盛顿邮报 和时代周刊 5家的美国媒体驻华分社 就需要向中方申报 他们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的书面材料 第二 针对美方大幅削減 实际驱逐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员工 中方要求纽约时报 华尔加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美籍记者 如果你的记者证是在年底之前到期的 麻烦你就在10日之内交还记者证了 今后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内 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继续从事记者工作 即是说 煞肉辣辣 第三 针对美方对中国记者在签证 行政审查 采访等方面 采取了歧视性的限制措施 中方将会对美国记者采取对等的措施 实际这些当然是辣椒 就要显示出强硬的态度 不单止是要回应早前美方对中国驻美传媒机构 所采取的一些限制措施 而且还要打击特朗普两子爷 因为北京就会觉得 你两子爷经常在Twitter发表一些铁文 都是所谓污名化中国的 使得中国的玻璃心碎到一地 而且前段时间 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就同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 结果当然就是谈不谈 两个互相斥责对方卸责 到底谁才卸责大家就心知肚明 蓬佩奥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感到遗憾 而且他还指出一件事 说早前美国所限制的中国驻美传媒机构 根本上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媒体 而是官方宣传机构 和美国的自由媒体的性质完全不同 人家一下子就已经刺爆你了 把你那块遮措布完全揭开 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这个传媒战 摆明就是贸易战的延伸 早前中美签订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到底目前执行的情况 去到哪里呢 就这么说农产品方面 目前中国是购买了11万吨的美国高粮 但是根据这个美国农业部长所说 中国就还未开始进口美国大豆 目前全球就处于非常时期 普遍都经济下行 而中国的内部需求又下跌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到底中国能不能够理行到 他当初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作出的承诺 去买足2000亿美元的货品 那真是成为一个疑问了 虽然我经常都觉得 不要将所有的寄望 就放在这个贸易协议那里 有些人就说 香港的民主放在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那里 叫特朗普向中方施压就可以了 他第一阶段都分分钟走数了 早前这个中国的前商务部副部长才走出来放风 说要用不可抗力作为抗辩的理由 来和美国再谈过 到底用不需要买这么多东西 所以不能将所有的希望沽住一宅 接着我们来讲讲本地的情况 目前就有6宗本地个案 全部都有外游记录 所以我就呼吁各位亦友 一定要做足保护的措施 而且要注意首部的卫生 记得碰过那些门柄 这个扶手千万不要摸眼耳口鼻 这件事一定要切记才行 尤其是目前处于空窗期 因为这个林郑专专与香港人作对 所有从明天凌晨开始入境的旅客 才需要自我闭关十四天 今天那些还可以在社区那里走 而就算他们真的自我闭关也好 实际他们也是和家人一起住的 他们的家人承受着相当高的风险 因此大家绝对不能调以轻心 不可以松懈意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根据何柏梁总监的建议 所有外地回香港的人 一律入住中心睡十四晚 那就什么事都没有 不过这个特需政府肯听才行 有人持观归故里 有人就偶夜赶科长 很多英国留学生 就赶在最后一刻回香港避世 但目前原来还有千多人 是在海外跟着旅行团旅游的 而当中有四间香港旅行社 约有80名团友 还去到摩洛哥那树 但摩洛哥已经在16日宣布封闭领空 这班人的行程还未结束 还在摩洛哥那树 正在摩洛哥 到底这班人如何回香港 就成为了疑问了 因为目前摩洛哥封闭领空以后 不准所有外国飞机洗入 而香港又没有直航班机去摩洛哥 正常就要经土耳其 杜拜或巴林转机 但目前所有空中的交通已经停止了 而摩洛哥的海路交通也取消了 故此要另外找方法安排这班人离开 而旅行社正在联络特区政府 以及其他航空公司协助 希望可以把这班人接走 这群人真是说话说 千万不要求特区政府又搞爆机 因为这群人在出发之前 已经知道全球都是处于一个非常时期 有看新闻的 对不对 就算退不了旅费 你自己有责任去取消行程 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好了 现在去到摩洛哥 又半天吊了 吊吊吊吊 要走就走不了 困住在那里 那你就先骑下骆驼 对不对 关人鬼事 千万不要搞爆机 因为你有责任 对于自己的行程 你是有责任 目前全球都处于这么高风险的时期 为什么你还要出发呢 喂 没有人找一支枪指着你去的 不要跟别人说你退不了团费 所以迫着去 难道你的命就是值那些团费这么多钱 多拐鱼的 现在在那里阿兹阿座摩洛哥 又说想回香港 不要回来 在那里玩着先 等别人开放回领空了 你就回来 傻的 什么都叫特区政府打救 那些全部都在公帑 你告诉你 如果特区政府真的安排 包机接这群人回香港 其实就是在鼓励不负责任的旅行 等同于向全港市民发出的一种错误的讯息 就告诉他们 不怕你们去旅行 有特区政府做你的最强后盾 总之你去到哪里走不了 就有包机来接你回香港 本上就跟你那些富裕是背道而驰 经常叫人取消不必要的行程 不必要的旅游 这些人更加不必要 去摩洛哥干什么 山长水远有什么好玩 现在还说 你这些人走去逍遥快活 全港市民要帮你买单 搞包机 这些是杀岗的 翻多翻不了就罢走 关人鬼事吗 是不是 自己想办 愚蠢 接着就说说 关于日本方面的消息 根据共同社最新的民调显示 手上安倍晋三的满意度 有报复式的反弹 就上升到接近五成 有百分之四十九点七 较二月份 是升了接近九个百分点 在这么强大的民意基础支持下 安倍晋三更加下定决心 在今年的七月份 一定要搞一场完整的奥运 什么为完整的奥运 意思就是 今年的奥运一定要有延长观众 而且一定要在夏天举行 这就为完整的奥运 根据安倍晋三自己所说 他这个决定已经得到七大工业国的领导人支持 只不过在日本的国内 仍然都有些不同的声音 在昨天就有东京奥组委的理事走出来说 如果奥运没有办法如期举行的话 最佳的选择就是延迟一至两年 到底哪一边的声量大些 似乎就是安倍这边的声量大很多 因为东京奥运能不能够 如期举行最终的决定权在国际奥委会的手里头 国际奥委会早前已经说过 说将会遵循世卫组织的建议 于是世卫组织的取态 就成为了东京奥运能否如期举行的关键 早前安倍晋三真是醒目 向世卫组织捐出了十亿日元的资助 谭德塞当然有来有往 来而不往非礼也 谭德塞就在记者会当中 对日本作出的防控措施加以赞赏 说安倍首相的主导下 日本政府实行的防控政策 对于抑制目前这个非常时期的状况 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听到谭德塞对安倍高度赞赏 大家都知道了 东京奥运金铺就搞硬了 而且还带动了安倍民望 报复式上升 所以这十亿日元真的捐得过 好了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